私人停車場進場拿票卡出場繳費 但票卡不見怎麼辦 嘉義彌南車主從週五停到週一 四天後發現票卡不見了 總計要賠償440 接著打給客服 問說機車停裡面 但票卡遺失怎麼處理 客服回答遺失費300 總共440 車主說沒問題 錢準備好了 客服指示往自動收費機左邊 跨三大步 車主看到一台小機器 上面寫緊急費用箱 客服接下來進回答 等你知道緊急費用箱是什麼 再打電話過來 就讓車主傻掉了 什麼意思要怎麼用 根本莫名其妙 緊急收費箱就是 你可以用投錢 也可以按按鈕 客服申訴電話 也要很醒目 讓人家知道 緊急費用箱一個小鐵盒 看起來沒有監視器 隨便投錢有保障嗎 但客服卻重複這句 等你懂緊急費用箱是什麼 再打給我 鬼打牆讓人聽不懂 最後車主無奈 只能報警來救車 後續在由原警跟業者聯繫 提供密碼之後 來開啟那個閘門 最後是車主投入正確金額 遠端確認就開門 總共3名原警到場幫忙 究竟客服是怎麼說的 業者不用回應 停車票卡不見是小事 朝到報警來處理 讓雙方恐怕都很無奈 記者 侯國文 下一報道